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的新闻内容非常精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加拿大矿业公司 First Quantum General 即将在7月对巴拿马提起正式仲裁 这是因为巴拿马最高法院宣布其合同违宪 并关闭了Cabra Tanama Kojo 加拿大公司因此寻求200亿美元的赔偿 仲裁正好赶上巴拿马新政府的就职典礼 这场法律战争将会如何发展 让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我们来到温哥华 一对夫妇成功以高于要价的卖掉了他们的公寓 这套经过全面装修的两居室单位 吸引了买家的热烈竞争 最终成交价超出预期 这套公寓拥有定制木质装饰 最后我们来看看加拿大经济的好消息 根据最新数据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局 GDP在4月增长了0.3% 这主要得益于批发贸易矿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以及制造业的反弹 虽然5月的预估增长只有0.1% 但整体来看 加拿大经济有望超过加拿大经济 度1.5%的增长预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环球邮报报道 加拿大矿业公司FIRST Quantum Minerals 将在7月对巴拿马启动正式仲裁程序 原因是巴拿马去年11月关闭了巨大的 COPER PANAMA铜矿 该矿曾占全球铜产量的1% 关闭后FIRST Quantum寻求20亿美元的赔偿 仲裁出气的6个月谈判未能避免正式程序的启动 预计将好14年 巴拿马新政府将在7月1日上院 新任工业部长表示 该矿纠纷是新政府的优先事项 但可能不会通过新的合同结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矿场关闭将导致巴拿马2024年GDP下降2.55% 环球邮报报道 温哥华1710被制Drive的403号公寓 在挂牌一周后以179万美元售出 略高于要价 买家因工作原因搬迁至蒙特利尔 买家为了确保购买成功 提出了高于要价的条件性报价 该公寓面积为1315平方英尺 有两间卧室和两间浴室 经过全面装修配有高档厨房和海景阳台 地理位置优越 靠近斯坦利公园海底 尽管市场低迷 但买家愿意支付高价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交易 环球邮报报道 加拿大4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0 3%符合市场预期 主要得益于批发贸易 制造业 采矿 采石和油气开采等行业的复苏 预计5月GDP将继续增长0.1% 这数据使加拿大经济有望超过加拿大 加拿大央行第二季度 5%的年化增长预期 尽管第一季度GDP增长1.7%低于央行预期的2 但4月份15个行业中有15个15个实现了增长 央行在6月初次降息 并表示如果通胀继续回落 可能会进一步降息 5月通胀数据意外上升 使市场对7月降低到约40% The Independent 套告今年的缓法自行车赛即将拉开帷幕 众多明星选手齐聚一堂 争夺这一自行车运动最富盛名的奖项 四大顶级选手塔戴伊 波加查 乔纳斯 温格高 土里莫兹 罗格里奇和雷姆科 艾文普尔将首次同台竞技 尽管每个人都面临不同的挑战 波加查作为两季冠军 本赛季表现堪称完美 但能否在25年未曾有人完成的环翼环法双冠中取得成功仍是未知数 温格高则因4月的严重摔车事故身体状况沉迷 博格里奇在换队后希望在今年的比赛中有所突破 而艾文普尔则面临能否在山地赛段中 与顶级选手抗衡的考验 此外卡洛斯 罗德里格斯 马克 卡文迪什和汤姆 皮德科克等选手 也将成为比赛的亮点 GBC报道 加拿大选手莱拉·费尔南德斯在罗斯赛国际女子网球锦标赛中 击败了美国的麦迪逊凯斯 费尔南德斯以6-3 3-6 6-3的比分战胜了4号种子凯斯 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在草地上进入决赛 他将在决赛中对阵意大利选手贾斯明、保利尼和俄罗斯选手 达里亚、卡萨特金娜之间的胜者 费尔南德斯曾在2020-2021年美国公开赛中进入决赛 这次他希望能够在WT500级别的比赛中再创佳绩 同时加拿大的加布里埃拉、达布罗斯基和新系版的爱玲、劳特利夫也成功晋级双打决赛 他们战胜了西班牙的克里斯蒂娜、布格萨和日本的二公真情 《多伦多星报》也报道了莱拉、费尔南德斯在罗斯赛国际标赛中的优异表现 费尔南德斯在半决赛中以6-3 3-6 6-3击败了卫远冠军麦迪逊凯斯 成功闯入决赛是费尔南德斯职业生涯的第6次决赛 但却是他第一次在草地上进入决赛 也是自2021年美国公开赛以来 首次在WT500级别或以上的比赛中进入决赛 此外加拿大的加布里埃拉、达布罗斯基和新西兰的埃玲、劳特利夫 也将在女子双打决赛中亮相 他们在半决赛中战胜了西班牙和日本的组合 期待在决赛中再创佳绩 多伦多新报报道 沃泰华的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2023年4月 加拿大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0.3% 这主要得益于批发贸易 采矿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以及制造业等多个行业的强劲表现 这一结果是在3月份实际GDP基本持平之后取得的 数据显示 4月份有20个行业中的15个实现了增长 其中批发贸易增长了2% 财矿和石油及天然气开采增长了1.8% 制造业增长了0.4% 对于5月份加拿大统计局的初步数据显示 实际GDPDP可能增长了0.1% 制造业房地产和租赁以及金融保险行业的强劲表现部分抵消了零售贸易和批发贸易的疲软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加拿大的经济在2023年4月增长了0.3% 这得益于批发贸易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以及制造业等多个行业的强劲表现 这个数据与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预期一致 因为他们预测4月份的GDP增长为0 而3月份则没有增长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4月份有20个行业中的15个实现的增长 这是自1月份0.5%增长以来的最快增速 批发贸易在4月份增长了2% 采矿和石油及天然气开采增长了1.8% 制造业增长了0.4% 对于5月份 加拿大统计局的初步数据显示 实际GDP可能增长了0.1% 制造业、房地产和租赁 以及金融保险行业的强劲表现 部分抵消了零售贸易和批发贸易的疲软 外交政策报道委内瑞拉即将迎来总统选举 与2018年不同的是 这次反对派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决定联合参选 而不是抵制选举 尽管马杜罗政府对反对派活动家进行了压制 并禁止了几位有影响力的总统候选人参选 但反对派认为他们一整合选票 迫使马杜罗的统一社会主义党下台 美国、巴西和哥伦比亚等国家 进行了几个月的复杂外交 试图推动委内瑞拉进行竞争性选举 目前反对派候选人埃德蒙多、 钢萨雷斯被允许继续参选 他和反对派领袖马利亚克里纳、马查多 在全国各地举行了盛大的集会 大多数名条显示 钢萨雷斯领先马杜罗至少20个百分点 尽管马杜罗政府可能会采取任意行动 取消钢萨雷斯的资格 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增加了马杜罗采取这种行动的成本 如果选举按计划于7月28日举行 并且反对派获胜选后过渡期 可能会成为反民主行动的窗口 《环球邮报》报道 沃伦巴菲特再度捐赠了价值53亿美元的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股票 这是他自2006年开始捐赠以来 最大的一笔年度捐赠 这次捐赠包括约1300万股 伯克希尔的币类股票 主要受益者是比尔吉·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获得了993万股 此外 他还向以已故第一任妻子命名的苏珊·汤普森 巴菲特基金会捐赠了993 035股并向尤其子女霍华德、苏珊和彼得 领导的三个慈善机构 各捐赠了695 要22股 现年93岁的巴菲特计划捐出其在内布拉斯加州 奥马哈市成立的伯克希尔公司 所积累财富的99%以上 尽管已经捐出了超过一半的伯克希尔股票 巴菲特的净资产人高达1343亿美元 使他成为全球第八富有的人 每日电讯报回顾了凯文·科斯特纳1997年上映的末日题材电影《邮差》的惨败 电影拍摄期间 华纳兄弟的高管曾到访片场 对科斯特纳的努力表示感谢 《邮差》是一部耗资8000万美元长达三小时的史诗巨作 跨越四个昼拍摄 尽管高管们当时对影片充满期待 但最终电影调房惨淡 观众对其冗长和过于真诚的叙事感到厌倦 编剧《布莱恩·赫尔·盖兰》同时获得了金酸美奖和奥斯卡奖 前者因邮差或最差剧本 后者因洛杉矶期积密或最佳剧本 科斯特纳在拍摄期间对剧本进行了大量修改 将角色从一个讽刺性的骗子变成了一个真诚的英雄 这被认为是影片失败的原因之一 尽管电影在视觉效果上出色 但其冗长和自我吹捧的叙事风格让观众难以接受 最终成为一部票房和口碑双输的电影 《环球邮报》市场策略师斯科特·巴洛的 《每日研究和分析会》总显示 副国银行分析师克里斯托弗·哈维认为 美国食品通胀正在减弱 这一趋势有望跨越边界 通用墨房和麦考密克的季度披露数据显示 零售食品通胀正在快速下降 此外美国银行投资策略师麦克尔·哈特·内克 在新美洲报告中提到 投资者正逐渐从富裕行业转向贫困行业 而周期性行业则开始回落 摩根大通的全球研究团队发布的中期展望报告指出 全球经济增长正在放缓 但扩张正在变得更加稳固 尽管美国经济增长预计在下半年将继续放缓 但全球资本支出和欧洲消费者的增长 正在推动全球制造业的复苏 花旗分析师阿提夫·马利克则简明扼要的 概述了人工智能投资机会 认为芯片公司将成为主要受益者 其次是提供连接产品的网络公司 最后是设备公司 多伦多星报报道 多伦多警方确认23岁的Marcel Bryant 在北约克的义气枪击事件中丧生 枪击发生在Charity Boulevard 165号公寓大楼外 靠近Victoria Parker Finchard道的交界处 目击者称凌晨三点前有两名协议人向Bryan开枪 急救人员迅速将Bryan送往医院 但他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警方认为这起枪击是有针对性的 目前凶杀侦探正在调查此案 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一起关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宗教健康组织 拒绝提供某些医疗服务的诉讼 引发了广泛关注 34岁的Samit O'Neill 因无法在天主教运营的序体 Polz医院接受医注自杀暗马ID而被迫转院 导致他忍受了极大的痛苦 他的家人提起诉讼 旨在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宗教健康组织和依据1995年的主协议 选择不提供与其信仰相悖的服务 如肚胎和避孕 尽管BC省政府正在与Providence Health Care商讨新医院的服务范围 但批评者认为政府应更明确的保障患者的医疗权利 而不是让患者通过诉讼争取权益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4简报 康宁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有点观众 如果当中的理論 处理能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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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